我們KV99熔噴布 基本上跟傳統熔噴布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除了阻隔病菌之外 我們還可以殺菌 那更重要的是 那殺菌聽起來很可怕 但實際上我們也是無毒的 那這些我們都在國外有證明過了 那應用的層面來講的話 在傳統的熔噴布的這邊 實際上我們也都可以應用到 那譬如說這個工具力淨劑 或者是冷氣的過濾 那在醫療產品上面的被子 或者是醫療的醫物上面 那甚至在家居用品的窗簾 這些應用的層面 其實我們可以都應用得到 那最重要的重點 那特別像這次新冠病毒 譬如說跟傳統的 這個流感病毒最大的差別 是新冠病毒會活得特別的久 那所以我們這個KV99 居然KV99的這個熔噴布的殺菌效果 其實會特別的顯著特別的重要 就是在這裡 所以這個農工部的發明 對我們來講是一大的喜訓 那麼對於環境衛生 對於社會國家家庭都是一大奉獻 那麼今天來參加這個發表會 非常的榮幸 我希望這個產品能夠大量的推廣 為大家帶來福利 也為我們的環境造成更好的一個 清新的一個傾向 因為這個產品在防疫上 對全球人民 尤其是台灣的人們的健康 是一個非常大的潛力的原物料 它是全世界唯一拿到美國專利 能殺滅新冠狀病毒 也確實去用新冠狀病毒的病毒株去做測試 能達到99.81的效果 目前全世界只有唯一 只有他們家有這種布的功效 所以它未來在做任何的產品的發展 像剛才它有展示過不僅是醫療用品 現在日常生活用品 都可以把我們所有的東西 防疫更上一層樓 所以基本上能保護我們台灣 對全世界有益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潛力 非常大的一個原物料品 GNKD99殺滅新冠兵 細菌融合部 細菌融合部 在 GNKD99殺滅新冠兵